我們今天來講一下這個圓形 原來我們可以有一個四邊形 可以剛剛好四隻角碰著我們的圓周 這個我們說是圓形內折四邊形 這個四邊形其實就沒什麼所謂 只不過我們一定要四個頂點在圓形上面 它就會有些特性出來 有些特性我們可以選擇 如果我們先考慮這個角 這個角的話 我們會發現它對應的圓形 就會是這個 如果是這個時候 不如我們考慮另一邊 如果我們這次考慮這個角的時候 那就剛剛好 它會對應什麼 它會對應到這邊這個圓形 如果是這個時候 整個弧加起來 不是360度 如果是這個時候 整個叫360度 但是這個角和這個角都是什麼 都是圓周角 這個角就會對應這個弧度的一半 這個角又是這個弧度的一半 兩個弧根本就是整個圓形 整個圓形 360度 所以其實根本 這兩個角加起來 比如我當這個叫Y X加Y X加Y的話 就會等於是360度的一半 所以是180度 原來你發覺 只要是在一個圓裡面 內接一個四邊形的話 對著那兩個角加起來 其實都是180度 只要是對著那兩個角加起來 都是180度 正正就是因為它們對應的兩個弧 剛剛好就跨了整個圓形 360度 算一半就是180度 做這什麼